我轻轻的唱着 你静静的听着 我知道你回忆的场景变幻者 秋天也过去了 都无法绽放了 你用最后的美安慰我 春天会再来还要听我唱歌 听我唱歌 在看看身影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的一样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海 无畏地骄傲 呀 呀 呀 在看看生命中 围着我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 呀 呀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坚韧的她 我为她骄傲呀 呀 呀 你先别着急 我知道你担心妞妞 但是我要告诉你 妞妞肯定不会出问题的 还有啊 妈 你听我说呀 这妈咪俱乐部里啊 她们生完孩子 她们都把孩子定期地 放在那边游泳 真的不会出问题的 对啊 妈 而且那边特别贵 咱们这个等于是捡便宜的 对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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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不会答应 这不是我落后 也不是我根部上时代 小青 这孩子还在月子里呢 你就把她扔到水里啊 她肺还没长齐火 万一呛一口水怎么办 怎么办 妈 不会的 为什么我们要把她 拿到家里来游啊 那就是为了怕她出问题 这三个人看着 不会有问题的 好了 说了 妞妞在医院里 她也游过游了 对啊 我小时候 我没在这里头游过 你在游过吗 你也游过吗 你游吗 得了 要游你们俩在里头游 不是 我不游过 代表妞妞不能游 这一袋都比一袋强嘛 这不是钱都花了吗 钱花了不能退吗 赶紧退了 别放在这儿 我看着 我生气 要不 咱俩游 你游吧 怎么贵买回来 还不让我用 别的小孩都能用 凭我们家妞妞就不能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咱们也不是这位贵 当时买事不是打八折了吗 八折不是钱 是是是是钱 媳妇 你看 我就受不了你这个体型 在床台这么一做 瞬间击中 太娇柔了 你看啊 咱不行就不让妞 在家里游了 行不行 我陪你咱给她抱俱乐部去 好不好 我抱得走吗 你妈整天在家 抱着妞妞不撒手 你是不在家 你是不知道 我每天跟做贼似的 趁着你妈不注意 才抱一下妞妞 这算什么事啊 你瞅点儿 那孩子巧呢 我真怀疑孩子 你俩谁生的 我还怀疑呢 你说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 怎么就不让我抱了 我抱抱抱 让我抱 别生气媳妇 这老太太 那怎么想办法呗 让咱退是吧 绝对不能退 她得买菜吧 她得睡觉吧 等她不在的时候 我就把这游泳池拿出来 然后咱俩就把妞妞放在那边 有啊有啊 神不知鬼不觉 是啊 是啊 还想做贼似的 不知道 怎么就做贼呢 喂 大嫂 在家呢 怎么了 设计师哈 行行行 我帮您问问 然后有信 我跟您说 好嘞 大嫂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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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大嫂公司那设计师跳槽了 然后让我问问 什么样别老人认什么设计师 那我也帮她问问 那 我生气了 哟 亲爱的 又生气了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四二 一会儿吃完饭 把你那个破游泳池退来 退不了 为什么 又没用 买是人都说了 这东西不包退不包混 你说咱都买来了 再要给人拿回说不用了 你给我退了吧 人知道用不用过 或者是漏气了还是怎么着 不好退 退不了 不退也行 反正我们是不会用的 你不能就不用 没多少钱玩 跟着搁着呗 不吃了 没什么食欲 不舒服啊 没有 我跟着我妈周杰盛混了 你妈又怎么了 我妈公司的设计师跳槽了 客户催着要货 给我妈这两年急坏了 那再找一个设计师不就完了吗 没那么容易 妈 大嫂也跟我说这件事了 我网上一顿悬磨呀 全那个上传资料的 全那种新毕业的学生 根本没有什么经验 这没经验根本不行 就算她去公司 她也什么都不会干呀 这就是平时不培养 接班人这坏处 一会儿您就培养一人了 但是这个人您培养好了 嘎嘎给您一顿忙活 等她突然走了呢 没人接班了 整个公司不就瘫痪了 你爸那不是也有设计师吗 调一个过去就完了吗 我妈已经找过我爸了 可我爸公司的设计师 连自己公司的活都忙不过来 我爸说帮我妈找找 可是一时半会儿 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 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老板早 早 偷东西呢 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呀 放得先给你你也不回 喂 我手机出点问题 然后总得充电没听着 我都在等你好半天了 找你有点事 你先坐下来一下 我跟你说 找找找找 叫我琳达 琳达 怎么记不住啊 琳达 琳达 有个事我给你声明一下 咱们两个是朋友关心对吧 看什么呀 你觉得自己活太清准是不是 我再给你加点 那个 咱俩分手以后 有段时间我一人过得挺难的 多亏遇到我现在媳妇 就是小倩 我特别爱她 她也特别爱我 我觉得她特别好特别美 然后我们又生了一个 特别宝贝的女儿 所以我们这个家庭都特别好 所以 所以什么呀 所以我不想打破现在这种 美丽梦境一般的生活 你干吗呀 你想什么呢 你觉得我大老远从美国回来 就是为了跟你重温旧梦吗 你刚刚不是还在调戏我吗 你别自作多情了行吗 我 我对你早就没感觉了 你别做白日梦了行吗 还是 少把我给吓的 那就好了 快快快 过来坐 ק率 我 我来 主要是想要求你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 是这样的 我在国外的时候呢 认识了一个中国人 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特别特别地优秀 然后拿过很多很多大奖 我认识他以后呢 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然后我就开始主动追求他 他也答应了 我们谈了一年多的恋爱 可是后来他说他不喜欢我了 为什么不喜欢你 他说觉得我们不太合适 说我有点自私 说我霸道 说一开始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以为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女孩 可是后来发现我不是 所以他就跟我提出了分手 你笑什么呀 我都觉得看人挺准 你说什么呢 看人不准 你特别好 特别好 我这心里还喜欢着他 我 我不想分手 我也还放不下 后来我发现他就有那么 一点点地躲着我 那他现在也回国了 所以我就跟着回来了 你看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啊 就是我能帮上你一些傻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想把他叫给你认识 然后你们就成为朋友 那你看你这人又会甜言蜜语 然后又会花言巧语 然后鬼主意又多 然后一张嘴能把活人说死了 死人说活了 我觉得你们交了朋友以后呢 你就多在他耳边吹吹风 说我承认是多么多么好 说失去了我是多么多么可惜 说如果不好好珍惜我的话 他以后是多么多么没有未来 生命是多么多么没有意义 你说这辈子白活了是吧 不是有这么严重吗 我怎么觉得我离开你以后 我找到更好的呢 你少废话 你到底帮不帮我 那我今天就已经把他给约过来了 什么呀 别给我掉链子啊 不是什么都没准备啊我 你什么都不用准备 这整个发型嘛 我这 淡定淡定 就是刻字啊你呢 字啊 什么字 我这代表中方我这 几位 我找下人 走走走走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的老朋友秦丽 我自己来吧 哈喽 我的名字是秦丽 你可以叫我莉莉 这位是美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John 谈不上 叫我中文名字 我叫文辉 你好 我们来中国 来 走走走 喝点什么 就白水吧 咱能喝白水的到我这儿了 我的地方挺我的 来咖啡吧 查查我们家特色 小孙 每人一杯咖啡 行 John 这家店呢是秦丽开的 挺好的 我刚才看了 设计还挺有想法的 行行行行 常常 你刚才说文辉是一位服装设计师 著名服装设计师 谈不上 只是爱这好 那我今儿我真是踏破铁鞋 也不一定成为了 我得给你介绍一袍认认一下 喂 三儿啊 什么 你那儿有个设计师 你真的假的 行行行 我一会儿回去 行了 一会儿去 真的假的呀 住居 Anton 咱劳 好 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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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漂亮的 不是 挺好看的 这可以给啊 这干嘛用的呀 齐大哥 这是什么呀 游泳池 婴儿游泳池 连这都不知道 我好像在电视里见过这个 对 那婴儿游泳 用的是吧 还是你见多识广 这还带个这个游泳圈 套在脖子里面浮起来的 又安全又好玩 对对对 那在这干嘛呢 嗯 你看看 嗯 我那儿子和儿媳妇 两个人没商量 一人买了一个 这不多出来了吗 所以我得把这个处理了 你都算少退了去啊 发票丢了 人家不给退 所以我就在这儿 咱们小区的看看谁家需要 就把它买回去 他也是 两个也没有了 反正我们迦克弥医生长的小孩 我看啊 这跟养育养的差不多 真是 现在四道真奇怪 那么点小孩 总能游 他也是 管这么多人呢 看看吧 一会儿去 行行行行行 我再坐会儿 坐会儿吧 干嘛呢这是 卖游泳池 游泳池 你哪儿来的游泳池啊 这不是小孩子 锻炼身体的那种游泳池吗 这个你认识 认识 是 我儿子儿媳妇啊 正张罗着给我孙子买这个呢 我也去尝尝看过了 这东西挺贵的 你怎么在这儿卖上了呢 你看 我们家多一个 所以我给他买了 那正好卖给我嘞 卖给我 你敢让你孙子 在这里头游泳洗澡 那有什么不敢的 我儿子儿媳妇啊 带着我去看过我孙子游泳 那小东西啊有的好着呢 用水里一放啊 高兴得不得了啊 跟跟笑呢还 望我一抱啊 我这儿还有照片呢 你看看去 你看你看看 我不卖了 别别别别 不兴这个的 干嘛呀这是 你看 你摆摊要卖 我要买 为什么不卖了 那不成 快说 多少钱 商场卖多少钱 我卖多少钱 好 我看看啊 二百 二百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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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买回去啊 我儿子媳妇啊 肯定高兴 言来呛了我不负责啊 没事儿 愿不着你 安全点呛 呛不了 成交 妈 你有没有见过 妞妞的游泳池啊 我处理了 我处理了 不是说不让妞妞在里头游泳吗 你们又说 什么不能退 我就处理了 来了 来了 大嫂 好 乌梅 你怎么来了 三儿给我打电话 说找到设计师了 三儿给你找设计师 他说他马上就回来 那你坐这儿等他 大嫂 你快坐 三儿 他怎么来得这么快 你俩前后脚 为什么你找到设计师了 我恨不得飞过来 赶紧跟我说说 这人什么情况 这事真巧 跟他当 这个人他绝对是个厉害的人 谢谢 这个人啊 就是他真挺不错 那个媳妇 你给大家伙泡个茶去呗 不用他 我来 不用我姐 我爱喝他泡的 然后你就多运动运动 是不是 我来吧 我来我来我来 好好好 就瞧品着灰灰碎碎的样子 再小点事 我说正事 这个人啊 就是以前女朋友 不是分手了吗 就我的前女友了 后来又谈了一个男朋友的 后来又分手了 前男友就是这个人 待会能明白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关系啊 还有点乱 我得给大家说一遍啊 就是我在认识小倩之前 不是谈过一女朋友吗 就我那个初恋 后来不分手了吗 把我抛弃了吗 他去美国又谈了一个男朋友 后来又分手了 就又分手了这个男人 就是那个 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没听明白吧 我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三儿跟那个设计师 她们共有一个前女友 就这意思 前女 前女 你以前那个女朋友 我见过叫晨晨 对 长得挺好看的 挺好看 挺好看 谁来了 那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大嫂 她在国外拿过很多奖 然后就是人也感觉相当不错 反正那个 媳妇 你看看那个妞妞醒没醒 妞妞不刚睡吗 我刚好听她哭了 是吗 哭了 我去看看 看看看看 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别说 大嫂 就是这个常常 她不当时把我抛弃了吗 后来去美国了 然后这次又找到我 她找你干吗 在许前缘 咱俩想一块去了 我本来也这么以为 还夸我呢 她说我这些年不见 有种就是成熟男的味道啊 但是我是坚决不会上她的套了 我这么优秀的人 我是不会就是让她吃我这颗老草 如果她还太嫩 行了 行了吧 好不好吃人家人家不吃 好马不吃你这个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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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总都行 快说这事 再跟你搅和我 就是这个她那个前男友那个文辉 就是那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还真不错 你见着她了吗 见过了 又成熟又帅 还挺有气质 我又不是长模特 我要找设计师 要的是有能力 明白 我已经问过琳达了 她说她是个全才 琳达是谁 就是那个求生的英文点 不好听 不好听 那你是说这个琳达 让你跟那个设计师见面了 对 就她介绍的呀 这从国外呆的就不一样啊 真够大方的 还能让她跟她的前男友见面 姐 我跟您说 其实这文辉啊 和这个晨晨关系不是很接 她俩是好过一段时间 她后来不是就分了吗 是这个晨晨自嘴的人家不放 人家文辉对她根本不是特别感冒 那听你这么一说 人家这个设计师在美国 就是很成功 很知名 挺厉害的 她能到大嫂的公司去吗 这大嫂你得给她多少钱啊 姐 你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国外回来的人 和南国内的人的观念不太一样 人家在意的是 大嫂肯定知道 人家在意的是那个 在这公司干得快不快乐 就是多少公司 这不是那么回事 它不大回事 而且人家想的是 她的思想啊 还有她的抱负 能不能在这个公司 商场里面都可以实现 就她灵魂上的那种 就她对于他们的设计啊 和思想上的爆发里的蒙 就一个劲儿 就能使出来 让自己的事业走到巅峰 反正我跟你这种 不懂艺术的人说也白说 你们听不懂 大嫂明白了 我们懂不懂艺术没关系 关键是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辉 把她请到你大嫂的公司 大嫂 我一定用我那个 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办事 再加上我这条 三寸不乱之舍 把她给您请过来 那这事就靠你了 放心吧 大嫂 我抱你的时候到了 快点啊 我去看看她去啊 让她泡茶怪累 好 来 去 你不要打到我 妈 你看什么 大嫂 大嫂 如果三儿真能把那个 美国的设计师 能请到你的公司来 那个太好了 不比那个国内的那个好啊 你就是重阳媚外 什么美国的 他是中国人 你们是在国外 不是 不是 行 你别别 妈 暴露了 你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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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早叫我来 是不是想到 没有帮我的办法了 必须的呀 我都从你不知道 在你一照办事 我还能不上心 我对他明私呼喜啊 给你想你办法 真的 想到什么办法呢 快点说呀 绝对不能让文辉回美国 要把她留在这儿 要不你肯定没戏 我知道啊 可是 可是我也不能拴着她呀 这不我有办法让你拴住她吗 怎么拴 文辉是不是服装设计师 我大嫂公司 正好缺一个服装设计师 让她来我大嫂公司上班 如果她习惯了 留在这儿了 她稳定了 这样我撮合你们俩的机会 不就多了吗 你说现在 就算我跟她成为朋友 她哪天飞回美国去 我也帮不了你了是不是 有点道理好 不 可是我 我可以让她跟你大嫂认识 但我也不能保证 文辉会到你大嫂那边上班去 真是肯定的 就靠运气了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咱把咱们的努力尽到了 就可以了 你一会儿想好了给她打个电话 相信我没错的 小三 给你成人姐上面看 好的 设计师同意出来见我对吗 太好了 你告诉她 时间 地点 由她来定 我随时都可以去见她 好嘞三 谢谢你了啊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来了来了 来啦 我揉揉 来了 我揉揉 来了 ホ the love 这个可爱 长得像小倩 你想抱一抱 可以吗 你会吗 来 来 来 小心点 就不舒服 好好好 好好好 笑我吧 阿姨 你不记得我了 那天 请问 您找了谁呢 我去写点水果 你们聊天啊 美好 我怎么感觉你跟我婆婆认识啊 就见过一次 但具体在哪儿 小月 你回来了 来 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家也来客人了 怎样 这是我公司的同事两个好朋友 这个是瑶瑶 这是关于一家的姐姐就行了 盈盈姐 瑶瑶姐 你们好 对了 这里再给你介绍一位 这是我同事 我们公司的动画设计大师 许元 这是我老公的侄女儿 那个小月 你好 你好 给你 territor afar 可把它都扯了 这个 要是我的com 行行行行到了 喝喝那 它生活是 游戏 lambda 自己生一个 到现在就为了工作 孩子都不要 男朋友也不找 小婶 小婶 你得烦人了 宝贝 宝贝啊 不哭啊 来了来了 妈妈来了 害羞了 她性格就是这样 现在像她这样会害羞的女孩 可真不多见了 是呀 对 而且她家里条件特别好 没有染上什么毛病 这孩子特善良 而且特单纯 很淳朴 那许然 要不让小倩给你介绍介绍 我怎么没想到啊 对呀 许然还没有女朋友呢 是啊 那要看我们许然愿不愿意了 许然 你快答应吧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 什么呀 那我告诉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你这段时间不在 老板把所有的活都交给我了 合适吗 你都这样 我想死大家了 你觉得我不愿意回去啊 没办法 我婆婆说了 坐月子挺重要的 说让我再休息几天了 真羡慕你啊 有这么好的婆婆 对了 小倩 你知道吗 雪儿她辞职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听说呀 她要回家带宝宝去 她说呀 如果她不回家带宝宝 这宝宝啊 就被她婆婆带乡下去了 她生宝宝之前还说 生完后啊 让婆婆把宝宝带回乡下去的呀 她还说 不能因为生了孩子 就改变自己的人生 不能失去自我呢 来 吃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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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宝宝 快 娘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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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饿了 渴了 渴了 来 我们要吃饭去咯 妈辛苦了 好 娘娘 吃饭去 妈 娘娘娘 怎么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多好 看什么呢 看什么 我都扭扭 小嘟嘟饿不饿 吃手了 吃手了 嘟嘟饿了 嘟嘟饿了 来 来 来 我准备了这个啊 我们要吃饭了 娘娘要吃饭了 不行 我要尝尝 尝尝温度啊 妈 妈 温度可以 温度可以呢 妈 妞妞 你在看什么呀 喂 妞妞喝奶啊 我怎么看到你自己喝了一口呢 我喝一口我是常温度 温度不合适 烫着妞妞怎么办 来 妞妞 不如会 你平时就是这么喂妞妞的 是啊 不这么喂怎么喂啊 妈 你怎么能马奶嘴 放到自己的嘴巴里呢 完了喂她 你知不知道 我平时拿那个奶嘴 我每天要消毒好几遍 我也 你这样做的话 我消毒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也消毒的 我也消过毒的 你知不知道啊 陈仁 她嘴巴里是有细菌的 你再送到妞妞的嘴巴里 她喝了会生病的知道吗 爸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你 快说 你怎么还哭了呢你 你急死我了 怎么了 你急死我了 妞妞呢 李小倩在家啊 小倩 小倩 没睡呢 咱妈怎么了 问你话呢 你俩吵架了 我没跟她吵 你没跟她吵啊 没跟她吵 那她怎么哭了 还哭得那么厉害啊 我说过了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这什么咖啡啊 这什么咖啡啊 这就是您刚才要的那杯咖啡 这不是我要的那个味道 这明明就是一个咖啡 是调出来的 我说了不是这个味 就不是这个味 就是一个咖啡 调出来的 你帮我换一杯吧 对不起啊 马上给您换一杯 去给您的女士换一杯 好 行 在等待这段期间 我要请您品尝一下 我们店新出的 密质香口马蹄酥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喂 姐 子儿 咱妈跟小倩吵架了啊 问她什么都不说 就在那儿一直哭一直哭 姐 你先哄哄妈 好不好 我这边真有事呢 好好好 好好好 快点回来 怎么还是这个味道呢 怎么还是这个味道呢 美女 请问您喜欢二轮咖啡 是咖啡的味道浓一些 还是威士忌的味道浓一些 威士忌的浓一些吧 明白 去跟咖啡之处 多加点威士忌 行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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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店刚开 可能咖啡的口感方面做得还不是那么完美 您多担待 我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您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 客户的意见我们是最尊重的 今天我们一定会把您这杯二郎咖啡调到您最满意为止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太苛刻了 没有 我们就是为您服务的 客户就是上帝 您花了钱了 我得让您舒舒服服从这个门走出去 谢谢 慢慢体着 老板 他有病吧 不是刚才怎么跟顾客说话的啊 平时怎么教你的 顾客就是上帝 你要微笑服务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无理要求 你得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看是被我宠坏了 我知道 他确实太过分了 你说他不是故意找事吗 咱们服务是什么 就是想让他找事也找不找事 想找啥自己都不好意思 平时跟我怎么学的 我告诉你一会儿我有事 一会儿我先走了啊 你给我把事处理好了 不管他怎么刁难 你都记住微笑服务 这怎么微笑服务 你觉得自己长帅吗 我帅了就别有脸的 你说你哥这么高长这么帅 人没准是看上你 我好了想 他还看上我 我才不喜欢他呢 什么 我可不喜欢他 你还不喜欢人家 人家这姑娘怎么了 人家姑娘挺好的 我看跟你才鲜花缠牛分上了 他要鲜花 牛都不敢拉粪了 我发你说话 现在有点我的风过了 好的不学坏的学挺快 过来 这事你要不处理好了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去吧 行 你别哭了 别哭了 妈 你别哭了 那委屈的 这小姑娘什么事 别哭了 我活那么大岁数 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嫌弃过 你说你们这么几个孩子 我不是就这么带大的吗 你们谁被我堵死了 知道 知道 好了妈 别难过的啊 咱不管他了 他爱怎么喂就怎么喂 咱不操这个心 咱不受这个累了 我怎么连小妻 一半 回来了 宝贝女妞 爸爸回来啦 洗手了没有啊 洗了 回来就洗了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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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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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啊 宝啊 今天我二姐给我打电话 说你跟妈又吵架了 什么叫我跟你妈又吵架了 我慎重地告诉你啊 拥有以后不许你妈带 又怎么了 过来 你看你妈脸色很变了 一会儿过来爸爸陪你啊 爸爸不走啊 爸爸不走 妈 妈 你别打个孩子说了 对 对 滚 滚啊 来 来 来 妈 往这儿看 往这儿看 好像长个儿了是不是 来 往这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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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知道你妈是怎么喂她的吗 怎么喂她 拿她自己的嘴 去吸妞妞的奶瓶 她告诉我 试着尝一下烫不烫 她一直都这么喂妞妞的 喂什么嘛 你觉得喂什么嘛 我现在让你 抱着妞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妞妞没啥事 去医院检查什么呀 就你妈怎么回 都给你咋管呢 不是 妞妞姐也不咳子 也不应该活动乱跳的 是不是 妞妞 这带着孩子去医院 没事抽凉管洗 这不有病吗 那你们点儿小孩能受得了吗 行 不去也行 等女后妞妞万一得 就你妈传染 妈 喝点水吧 我不喝 喝点吧 不喝 你喝点 要不您再哭脱水了呢 不喝 说点话太难听了 我妈有什么病 能传染给妞妞 你不知道啊 你没有尝试啊 大人体内有细菌 大人能扛得住 小孩能扛得住吗 不是呢 我妈喂妞妞这几天 我看妞妞也挺健康的 而且我们哥仨 不都是被我妈这么卫大的吗 你看我大哥这大个 我大姐 对吧 二姐长得那么漂亮 那么健康 我这有点太好 我有点什么 有点没事找事是吧 不是 不是 有点无理取闹是吧 没没没 你妈做得对是吧 她 她 她是有点 不是特别讲究卫生 是吧 行了 行了 你别担心了 这么着 我去批评批评我妈 这不跟妞妞间接接吻了吗 是不是 妞妞 赶奶奶 是不是跟你间接接吻了 是不是 别摸她的脸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会容易流口水 怎么会少 赶紧去 我去 去 去 说说嘛 别 别生气了 怎么知道 开心一点 笑一个 哄不好太 哄不好你 笑一个 快 快快 跟妈妈好好玩啊 我去吧 媳妇 好好好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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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怎么才回家啊 你妈 赶紧的 孙儿 赶紧哄咱妈 那哄这么长时间都没哄好 好 过来哄 你说 老太太 这年龄 赵将五十岁 哭得跟小姑娘似的 这委屈啊呀 刚才我就说 咱妈哭就像小姑样 瞧她委屈 你看委屈啊 别生气了 谁哭了 谁哭了 你知道吗 因为这点事 难受成这样 只是至于她吗 你呀 赶紧离我远点 我有病 我有毒 赶紧 赶紧离我远点 说她自己跟五毒派似 妈 什么有毒的 没人说你有毒 也没人说你有病 小倩刚才这态度是不太好 但是她的意思是说 您这种喂法不对 有什么不对的 你们三个 小岳加慧 我不都是这么喂过来的吗 她小的时候 最喜欢吃蛋黄 我怕她这么吃了掖着 我不都是一口一口地 嚼了胃给你的吗 我传染给你什么了 我有什么传染病了 我怎么会想着 专门去传染我的孙女呢 我心疼她还来不及呢 您 您没病 妈 您特别健康 不知情 妈 小倩那意思 她不是说您那个有病 她是说您这种喂孩子的方法 不是健康的喂法 怎么不健康了 我错在哪儿啊 妞妞怎么了 她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你们这样我都是这么喂过来的 怎么偏偏到了她这儿 就这么多事呢 怎么是这么喂大了 但并不能说明 你这种喂法就是对的呀 你什么意思 我 姐姐姐不说了 不说了 妈 您是全家人最疼妞的 这毋庸置疑 但是老太太 我上看一节目 一个医生说 就咱们成年人身体携带大量的病菌 什么感冒病菌 大肠感菌 各式各样病菌 但咱们抵抗力强啊 这病毒在咱们身上不会爆发 那小孩就不一样了 那么小 身体这么弱 抵抗力这么长 没准这病毒在她身上就会爆发 您说您哪天万一喂着喂着妞妞 妞妞突然开始咳嗽感冒 您是不是就害怕了 您会想 是不是我喂得不对呀 您就得怀疑自己 当时真病了您还得着急还得上火 那干吗呢 所以咱换一种喂法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妈 小倩今天真的她也不是初年 她就怕妞妞生病 所以咱们两个好哥也好 甭志气了 真的吗 丹姐 我今天真得严重批评一下小倩 她的态度非常恶劣 我回去了 收拾她 一点不错 这是严肃批评啊 收拾她 必须啊 妈 妈 我都饿了 我都 咱俩做饭去吧 快点 快饿死了 你快喝快点 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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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太 你也辛苦了 老太太 快点 别喝点 别喝点 有些事 我就会想 其实 我没胆量学坏 那一定是就最后的意外 你清楚我的智商情商 连撒谎都撒得非常失败 我会一直等待 准备偿还欠你的债 你惩罚我一点都不奇怪 只要我们还像过去一样相爱 我会想放手合适 然后真诚的 跟你妈说了吗 对 你说了 你妈怎么说的 没怎么说 就是 挺难受挺伤心的呗 老公 如果换成是你 你看到这样的情景 你着急吗 着急 那行 我已经跟我妈说了 她这样不对 然后确实缺乏卫生观念 你看 你就别再说的了 这事咱就过去了 行吗 是啊 你是儿子 我是儿媳妇 怎么处呢 我 习惯听你绝问 却不说话 会想当初的你 有一点傻 喜欢为你留着一头长发 我也在你的态中 你轻负他 你轻负他 我们都不太在乎 对方的话 都太计较谁先打了电话 我们都在猜测 我们都在猜测 爱的真假 真假 忘了怀疑也要付出代价 我都在猜测爱的真假 你轻负他 你轻负他 我们都在层质 看向自己也在做 你轻负他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好了 至少我们爱过 该满足了 就算是吧 就算过去好了 至少我们爱过 该满足了